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新育苗的一个东西,葵花籽 我买了两个品种的这个种子 第一种是这个叫做白三道梅,使用葵花 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矮大头葵花,一带杂交,早熟高产 那我现在这个育苗盒里呢,种的是这种叫做矮大头葵花 虽然说是很矮,但是根据这个书名来讲的话 它的猪高能达到一米五左右,我觉得也不是很矮了 所以呢,今年尝试一下 这个葵花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种,但是因为以前地方很小 然后这个葵花籽呢,又占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今年现在看到这么多都发芽了 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后续的视频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橡肉葵 我的这个葵花生长的情况 另外呢,这支视频后面会包含种子分享 在每一个种子包里都会有一个这个白三道梅的这个葵花种子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种这个橡肉葵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猪高要更高一些,在两米五左右 就非常非常高了 它适宜的种植时间是五月十号到二十号 是哈尔滨地区 那我这边呢,在康州,比哈尔滨应该还是稍微暖和一些些 所以我是在四月初,现在这个时间就开始育苗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地的温度来自己决定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种子分享 那这个种子呢,我在中午的时候已经都给它打包好了 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在收到种子之后说我没有标注 就是具体的种子是哪一种 所以呢,大家认不出 这个的确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是我的一个疏忽 所以这次呢,我就把它贴在了这个纸上 然后写上了它具体到底是什么种子 这样呢,就方便一些不能够辨识出种子的这个朋友 可以至少是能够知道它是什么种子 这个种子的种类呢,是random的 就是我是随机的往里放的 但是会保证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葵花的种子 还有一个圣女子无限西红柿的这个种子 为什么包含这两个呢 就是这个圣女子这个 这个种子是我最近买的 然后它跟我之前种的那个紫色西红柿 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从外观上很像 但是呢,这个圣女子它是小的那种西红柿 这个种子我自己还没有种 但是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之前有对那种小的紫的西红柿感兴趣 但是没有拿到那个种子的话呢 你这次可以尝试一下这种 大家种完了之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看看是不是好吃 然后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些种子 我基本上自己都已经种过了 并且尝试过了 这个发芽率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苦瓜 这个苦瓜是我买的那种绿色的苦瓜的种子 它比之前的那种白玉苦瓜相对而言 相较而言,育苗起来要容易的多 而且发芽率能够达到90%以上 然后这个羊角脆甜瓜也是之前我跟大家去推荐的 那羊角脆甜瓜的种子我剩的不是很多了 所以有的人会拿到羊角脆甜瓜种子 有的人呢会拿到红橙甜瓜种子 红橙甜瓜就是相对更甜一些 然后这个羊角脆呢就是更脆一些 大家拿到之后可以去尝试种一下 那其他的种子呢就是完全是随机的了 如果大家收到种子之后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再发邮件给我 然后我们再讨论 参与的方式呢跟之前一样 我会把所有的相关信息放在信息栏里 对免费的种子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查阅一下